大家好,我是犬头 众所周知,西班牙拍的悬疑片比斗牛还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身残之间技术宅的感人故事 银行大结案之碧莉侠 碧莉了得的碧莉哥和自己养的老犬住在银行旁边的大房子里 因为早年的车祸导致他妻女双亡 自己的一双腿也瘫痪了 为了能够生活自理 于是他便练就了一双铁臂来方便活动 他平时的工作就是运用自己技术宅的能力来修理电子设备 这天他的爱犬狗肉已经老得无法站立 于是他买了给宠物安乐死的药剂 注入到了巧克力饼干里 打算过段时间喂给狗肉 之前碧莉哥由于负债原因 只能将家里其中一间控房出租 很快一对母女便租下了控房 于是一场辣妈诱惑孤独死宅的戏码上演了 辣妈经常穿着小短裙 在单身死宅的碧莉哥面前晃来晃去 又做家务又做饭 辣妈说自己是舞女 只不过有点特殊 因为每次上台都要把衣服脱掉 碧莉哥在家修炼多年早已变成钢铁直男 不为所动的去地下室继续忙活她的工作 之后她还发现了这对母女有些反常 辣妈每晚都会把音乐开得很大 女儿从来没说过一句话 还经常喜欢玩捉迷藏偷东西 直到这一天 辣妈在租业上知道了今天是碧莉哥的生日 于是拉她到阳台上庆生 并给她展示了自己的专业技能 这一下彻底打开了碧莉哥的心扉 让她是工作也不专心了 睡觉也不安心了 就连抽烟也省不下心了 当她看见女孩能让狗肉重新站起来时 感觉自己的人生也迎来了第二春 但就在这时 她听到了隔壁大晚上的施工 拿听诊器仔细一听才发现 隔壁有一伙人正在挖嘴道 准备从地底下进入旁边的银行偷窃 就在这时辣妈再一次放弃了音乐 并叫她上来一起happy 碧莉哥在上足前 把麦克风塞在听诊器里面 监听着隔壁 她发现对面的人知道自己是个残疾人 并提防着自己有没有发现她 就这样碧莉哥每晚都监听着对面 并仔细地记录着笔记 在看到他们从阳台离开后 还塞了个小摄像头过去 并想让辣妈看看自己的新发现 还好碧莉哥自己先看了下内容 她竟然发现辣妈跟劫匪是疑惑的 其中的头目还是辣妈的男友 就在这时辣妈过来 你让我来看什么 最近拳头做的解说不错 一会儿放给你和孩子看 之后碧莉哥每天都观察着隔壁的动静 并在一天午休时偶然发现 小女孩经常会跟狗肉窃窃私语 并在狗的项圈上装了窃听器 就在碧莉哥忙活的时候 她看见隔壁的老大发飙了 因为手下上班时间竟发信息给女友 说自己在哪 为了让手下不再违规 老大便让她永久下线了 这下的碧莉哥赶紧打电话报警 可当她听见有个坏警察 就是他们的幕后主使时 便默默把电话放了回去 当晚碧莉哥放药弄晕了辣妈 并给她扎了一个催眠药剂 辣妈以为对方要 但碧莉哥让她失望 因为她只想当一回侠盗罗宾汉 劫坏人的虎还自己的债 她怕辣妈阻碍计划 便暂时捆绑了她 碧莉哥很好奇 辣妈为什么找了个劫匪当男友 辣妈告诉她劫匪老大是个好人 碧莉哥听完就退出了聊天 并给辣妈看了好人的杀人视频 这让辣妈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眼瞎 之后她告诉辣妈 她女儿一直会说话 还给辣妈听了 小女孩对狗肉说的话 原来辣妈的男朋友有恋童癖 对她女儿做了变态的事 还恐吓小女孩 小女孩才不再说话 直到真相的辣妈 瀕临崩溃 这时老大打电话给辣妈 询问情况 辣妈决定帮助辣妹哥 辣妈告诉老大一切OK 但辣妹哥还是不太放心辣妈 怕她情绪失控出了乱子 便再让她睡了过去 安顿好了母女俩后 辣妹哥便开始了计划 她听到银行里面有两个箱子 747和748里的钱不能拿 因为那是毒销的东西 一拿就会被追杀 所以辣妹哥决定去拿毒销的钱 让这帮匪徒被这口大锅 俗称黑吃黑 她每天训练着辣妹 并在地下室凿了个洞准备截壶 但劫匪临时把运钱的工具 改成了猫笼子 这让辣妹哥无法从上面截壶 此时劫匪发现挖到了水管 赶紧换方向挖 辣妹哥决定自己去拿钱 然后破坏水管 冲垮隧道 当她把洞口盖子 用泥土伪装好 去查看管道时 匪徒的人回来了 好在毕丽哥毕丽惊人 快速扑伏前进 躲在了拐角 用泥土掩盖了自己 她听到了老二 在跟老大吐槽着 新来的老三不地道 毕丽哥得知 他们内部有些分歧后 回到了家 惊魂未定 她突然发现 小女孩右边躲猫猫 不知道去哪 当她回过神时才发现 小女孩去了隧道的尽头 突飞窝里 毕丽哥看到 小女孩成功躲了起来 这时警察跟劫匪们 在这碰头 警察交代着劫匪们 在银行里 必须找到的信件 只是老三说 自己的手表不见了 你要找啥手表 找手表 大金链的小手表 一天三顿 你要吃烧烤啊 当小女孩 死里逃生后 毕丽哥发现 突飞老三的表 是被小女孩偷走 隔天 毕丽哥锁好母女二人后 展开了行动 她趁突飞行动前 把炸药拆下 放在了水管上 并凿碎了上方的地板 爬进了银行金库 但独销747的盒子 明显太高 她只拿走了748里面的钱 当她回去时 劫匪突然下了 决定提前引爆 把毕丽哥下回了银行 在劫粉们清理隧道灰尘时 毕丽惊人的她 快速回到了家 因为她之前计算过 水管的厚度 以及知道炸药的当链 她在放置炸药时 确保了水管 不会马上破裂 当匪徒中的老四 老五老六拿到前后 发现隧道漏水了 于是老四被卡在隧道中间 进退两难 毕丽哥看到 即将被淹死的老四 想救她上 但没想到她居然想 拉毕丽哥下去 然后她就死悄悄了 而老五老六 决定回到银行 报警自救 拿到钱的毕丽哥 封出了洞口 弄倒了架子 她赶紧洗了澡 出去报警 说自己的地下室被验了 坏警察带人搜了她家 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让毕丽哥有事找她 劫匪老大给辣妈打电话 没人接 就带着老二老三 来到毕丽哥家 说自己是警察前来调查 毕丽哥一看 这仨老熟人 强装镇顶悄悄的 给坏警察发了短信 让她来 此时坏警察打电话 训斥老大 为什么还是拿了毒枭的钱 气得坏警察 滴血糖饭了 不断地吃糖 老大说自己没拿 就挂了电话 问毕丽哥 有没有人跟你一起住 毕丽哥说 本来有对母女 但是昨天搬走 刚说完 小女孩就出来 当老大看见 被整晕的辣妈后 亲切地问候了毕丽哥 老大坚持贯彻 你不说出真相 早晚搞死你的指导方针 就在毕丽哥快被打死时 惊喜如期而至 坏警察赶到 老大被整蒙了 为什么毕丽哥 能叫来坏警察 但显然脑力思考不适合他 他决定杀了毕丽哥和坏警察 但毕丽哥脑力惊人 他叫出了老三名字 狗盛 我快装不下去了 你快让你老大不要杀我 老大老二一听 我擦老三你什么情况 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老三也蒙 一旁观战的坏警察也蒙圈了 毕丽哥说 狗盛 你再不说出真相 我说了 你每天晚上偷偷爬上阳台 去见辣妈 然后告诉了我 你们抢劫的事 隧道的事 并打算在我地下室 开个洞截胡 但后来你们改成猫篮子运钱 计划就失败了 于是你老三狗胜 气急败坏了 就开始打辣妈 并给我药 让我把辣妈弄晕 毕丽哥一番忽悠下 老大还是怀疑毕丽哥说的 于是毕丽哥接着说 老大你叫狗蛋 老二你叫狗子 没错吧 再不信你们打开我那个小柜子看看 老大打开一看 居然是老三的手表 毕丽哥接着说 表示他当初不小心留下 老三绝望 人争物争齐全 百口莫辩 便抢先抱了老二的头 老大随即掏枪 干掉了老三 然后抱着老二痛哭不已 就在此时 辣妈醒了 拿起手枪 爆掉了猥亵自己女儿的禽兽男友 最后私利逃生的坏警察 滴血糖又犯 拿走了柜子里的巧克力饼干 开始吃 最终 他拿走了全部毒销的钱 以及土匪的尸体和犯罪证据 相毁尸灭迹 但在路上 饼干中的药气开始发作 让坏警察伴随着车祸死去了 结尾 毕丽哥和母女俩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他把大房子卖了 再加上银行给的房屋漏水补偿金 和房子保险费赔的钱 他不仅还完了欠款 还成功变成了富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干什么都不如卖房赚钱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